瑞邦区瑞宾里一号住家前的区域排水 疑似因为排水不良无法发挥正常功效 导致附近的地层下线 9号议员李一齐服务处与公所就到现场会刊 而区公所也将在近期修缮排水沟 指着已经下线的路面 居民担心自己的住家也遭殃 早上区公所来会刊 瑞宾里瑞宾路一号周边向道 路面只有行人可走 但却一直在下线 怀疑是排水不良导致排水沟 我们瑞宾里 瑞宾路一号之鱼这边 底下都是掏空了 所以路面一直下线 那居民一直还运 所以我请其公所 帮忙我们处理 不然是人家的房子安全问题 也有很大的问题 瑞宾里一字一号这边的 区域排水问题 今天会同里长 及公所实地来会刊 发现这个因为路面 排水经过路面 多年失修 可能是这个暗沟里面 没有办法 里面有东西堵塞 所以没有办法排水 厂长说下大雨的时候都会淹水 今天包括医院林 及服务处与区公所等一行人就到现场会刊 可以看到路面均列不堪 下方就是区域排水 区公所日后也将进行开挖 确认是否为掏空 导致地面下陷 周边排水沟也会进行修缮 那今天已经离长建议 我们也邀请了公所到现场会刊 公所也云落 在最近就会马上来施工 让这个区域的排水 能够通畅 不要造成居民 每逢下大雨的时候 这个住家方面都会淹水这样 院服务处表示 居民因为地面下陷 导致担心自己的住家也地基掏空 已经要求区公所进行详细检视 排水沟修缮 地面重铺 都是日后改善项目 介绍威 瑞芳采访报道